台南永康路段发生一起严重的追撞车货 一辆小货车经过中山高仁德永康北上路段的时候 前方的车辆突然减速 后方的车辆一时反应不及就这样子撞了上去 货车90度翻倒在路面上 而且这名驾驶呢还倒栽葱卡在车门血流如注不断哀号 整辆小货车翻覆在中山高仁德永康的北上路段 27岁红杏驾驶浑身是血倒栽葱卡在车门 消防队先用大剪刀剪开车体 这起车祸发生在29号下午2点 当时高工局缩减了一个车道在清理战板 当货柜车行经该路段时减速 但后方的小货车刹车不及才会一面撞上 你负驾驶啊 你是要送过去吗 对啦 你负驾驶啊 我也不是在躺着 我没有在看头前啊 你没有在注意就对了 我注意先就变成这样啊 我没有放过去 我没有带到车 我都速到最快 由于追撞的力道过大 还有小轿车闪躲不及 撞上战板因此爆胎 那车车不及很重啊 我直接在那边转到就破烂了 闪也不能闪 因为旁边全部都车子 他就让他过了 他就停下来发现前面保管破掉 而翻车的红性驾驶送医之后 仍然没有脱离险境 目前还在加湖病房观察中 就像他们来说 我们现在没有放在车 上战板的油 我用放在红的车 我用灵子 谢谢抓到 。 嗯 我用灵子 致